如果联准会真的降息 如果真的美元贬台币升 那这些资金回到台股当中 到底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向 明翰刚才特别帮我们谈到了 降息受惠股 有两大方向可以来选择 第一个除了台币升值的 受惠股之外 第二个高股息的部分 也来帮我们做一下了解 OK 刚刚最初的 最早就提到两大族群 那我们现在再开始讲到 为什么这个高值利率的部分 来得那么重要 那简单来讲就是说 刚刚提到 目前联准会的利率是2.25 但是台湾的这个平均值利率 大概4个percent 所以中间就有这个 所谓的1.25个percent的一个价差 但是如果后续这样变成2 甚至1.75 当美国利率不断往下降 跟我们台湾的这个4个percent的 这个所谓的差距 就会越来越大 那这样的情况下很简单 外资自然就觉得 既然这个差距越来越大 它自然之今 就会流向台湾来 所以这块来讲 就会造就第一个问题 整个指数会相对比较强 因为外资前进来了 那有一个问题 它进来的时候 它也许 也许刚刚我们前面讲的 有利基的 包含这个5G 包含这个运动休闲 都是它会所谓的 注目的焦点之外 那也许到最后 它会变成希望买一个 比较平均的一个角度 它自然就会从这个高值利率的 一个角度出发 尤其是刚好 这个我们目前来讲 刚好要进入7、8月的 除全息的旺季 那这个时间点 这个市场上会不断地 不断地在这个 所谓的这个焦点之上 就是高值利率 尤其是从上礼拜 这个所谓的台积电 这个所谓一除息 开枪过后 那这个每天的焦点 只要每天隔0.5一块 就自然会媒体 不断地放松报道 那这一块来讲 我们就要给大家看到 这个台积电 其实过往 大家也许不是很关注 可跟大家讲 台积电绝对是一档 算是这个所谓的出全息 非常重要的指标 对 不只是重要指标 我们常常在讲 这种叫做自由生 所谓的自由生 就是你看它过往的 这个填息的表现 其实它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 这个怎么去找到 这个填息的自由生 那这个几个角度 第一个部分来讲 就是它当然要目前来讲 是一个高值利率的状态 那这样的情况下 才有机会吸引 这个所谓的资金流入 所谓的高值利率 你的水准大概是定在几% 我们正常来讲 法人都会以5个%为去做关注的焦点 那再跟大家偷偷讲一个 就受险 他们会去设定一个就是6个% 只要6个%到 他自动就会用把资金介入 所以受险公司的标准更严格就对了 对 因为受险相对是比较保险的产业 但是如果法人来讲 用5个%以上的个股来讲 就很好了 相对来讲就已经算是非常风握了 那如果就这样的角度刚刚提到 第一个来讲它一定要是高值利率的个股 那相对来讲才会有机会吸引 这个所谓的市场的资金流入 第二个来讲 你高值利率 我跟大家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常常会有迷失 不要以为这个所谓的 股力除上它的股价很高就一定是好的 第二个也很重要的就是 它必须要能够填权息 有一些人他虽然高值利率 可是他每年他都做贴心 因为你不填权息 我这个息根本赚不到 这个所谓的只是把现金还给你 股价减掉 就最后又贴息 那这个就完全都是 所谓的赔钱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共重点要往年填权息的 表现不错的个股 那再来就是说 在填权息这些高值利率个股的部分 要留意避免这个流动性很低 就是每天成交量很低的个股 所以还是要流动性加 那还有很重要 填权息就出息之前 不要避免这个已经大涨的个股 通常这个初填息前大涨的个股 都很容易出现贴息的一个状况 所以如果就这样有个角度 我们帮大家筛选 所谓未来两个礼拜 那过往这些个股都是 所谓的我们过往前三年 都能够乖乖的在一定的时间内 做填息的动作的一些个股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过往填息表现都非常好的 这个叫做填息的支优生 就这样的一个个股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档 就是南亚科 虽然我们也跟大家讲 目前低润 虽然这个上礼拜美光提到 是状况非常好 但是目前市场上 还打一个问号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有11%的殖利率 那这个所谓的过往 它用7天 就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就可以乖乖填息 这么快 对 所以跟大家讲 11%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让你赚 相对来讲 如果你这样还嫌 这个获利不够丰厚 那就自己去赚好了 对 相对来讲 我就有困难度了 那另外来讲 除了南亚科 低润之外 奇力薪 这个也是所谓的 所谓的被动元件 那也是有9%的殖利率 另外润泰权的部分 也是过前几年没有配 突然今年有个7%的殖利率 都是可以值得关注 可是这种突然冒出来的 殖利率跟往年 殖利率没有这么高的水准来比 会不会有一些风险 会有一点点风险存在 但是它比较好的 就是我们刚刚提供大家 它过往的 填息的一个角度也非常好 所以这样的角度来讲 就是跟大家提到 关注这些流动性加 而且高殖利率 而且在这个时间点 市场比较关注的焦点 都提供大家做参考 好 这些基优生 是民汉特别 帮我们古海洋帆的投资朋友 做功课 先把好学生给找出来 来看看他们今年 是不是真的能够维持 他们的好成绩 不过从今年上市柜公司 配发股利的状况来看 惠宇也帮我们观察到 其实真的 我们上市柜都很大方 对 其实我们台股 真的我觉得是要给它拍拍手 因为台厂其实是真的有很多 非常有竞争力的公司 很会赚钱 然后股息也发得很大方 所以难怪外资很喜欢台股 好 那我们的股息殖利率 股利今年发放是1.44兆 是历年来的高点 好像完全不受景气影响 对不对 好 那所以美国降息之下 资金当然就是要往这些股票来走 那因为刚刚明翰已经帮大家 讲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 那我再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它有股息殖利率 然后但是它的产业成长前景 又很明确的 那我想这些股票 是大家可以去关注的 那Focus回来就是在大家 现在都在关注的一个焦点 叫做5G 好 所以我替大家找出了 两档相关的5G概念股 第一档是2480的敦阳科 好 那敦阳科它是做什么的呢 它是国内的少数伺服器 网络设备软体服务场 然后听完之后 可能好像搞不清楚 它到底在做什么 对不对 其实它主要就是代理 国外的一些国际级大厂 像甲骨文 好像IVM 他们的一些工作站跟伺服器 进来了之后 然后国内的厂商 如果要运用他们的工作站 或伺服器 他帮他们系统做一个整合 让他能够完整的 然后去应用他们的系统 他主要是做这样子的 那敦阳科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它的包商包含 它的范围真的很广 业务很广就对了 对 它的业务非常的广 然后包含国内的前 50%的1000大企业 都是它的客户 总客户高达3300家 所以它单一比重是低于5% 那这样子就是会有一个好处 就是万一哪一个公司出了问题 比如说像华为 出了问题完蛋了这样 它是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 然后第一季的EPS 1.15元 创了新高 第二季的订单年限度高达90% 它的现金股利是3.42% 资历率还蛮高的 6.25% 那目前股价 它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现金 它在49到50块钱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就是打底之后向上 如果它能够顺利的站上季线的话 我想它应该还会有再有一波的行情 那再来另外一档 就是6213的联帽 虽然联帽的殖利率好像没有那么高 它只有3点多%而已 但是这一档股票它蛮重要的 因为它是在于PCB里面 其实最先会受惠的 就是在于基地台的部分 可是国内呢 关于做基地台的PCB板 PCB厂其实只有联帽跟台药 那联帽呢 它是占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存在 因为大陆的电信设备供应链 它是有打入的 再加上说 它现在目前已经认证出货了 那营收表现出来 其实在去年来讲的话 它的营收是 今年的前五个月营收是衰退的 那为什么它表现还会这么好 因为其实它是从 网通36%的比率跳到50% 可是消费型电子的部分 比如说像手机 它是比率是往下拉的 所以等于它产业的转换 产品的配置是调配的很好 所以它的股价呢 就可以大家看到非常非常的强势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股票 你看它已经又要创高点了 那我想虽然它没有很高的殖利率 因为股价涨上来了 但是它的产业成长度是非常的明确的 那今年预估也是获利可以大概在增加25%的幅度 本益比来看的话目前大概是15倍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应该是可以在低一点再来去做介入 但是它长线来讲是有一个多头的行情存在 所以看得出来 如果这个降息的风潮真的由连准会开出第一枪 让全世界的资金开始又往美元流出 流到了新兴市场 流到了台股当中 那这些资金会来买哪一些降息的受惠股 会来买哪一些高值利率的概念股 能够成为他们的新欢呢 刚才三位来宾这一个小时的节目 都帮大家做得非常完整的解读 那当然未来一周 在G20召开完之后 台北股市的多空因素一样非常多 那对于台股的影响又是如何 我们下个节目回来再来追踪